歡迎收看電玩宅舒沛 我是主持人咖啡 大家在念書的時候有沒有流傳什麼 校園傳說啊 像是沒有人的神秘樓層 或是自己上下移動的電梯 想到這我就好害怕喔 下個月有款動作解謎遊戲 就是以這些神秘的校園傳說違背景來改變喔 而且上市日記海水在農曆契約著鬼門關之前 這也太故意了啦 大雨資訊旗下的動作簡迷新作《女鬼橋開魂路》 是改編至2020年的經手電影《女鬼橋》 遊戲以知名大學中所流傳的校園傳說為背景 一群不怕食的大學生為了人氣與直播流量 故意去挑戰這個神秘的傳說 而傳說中的女鬼竟然也真的現身了 讓整個活動陷入了混亂 除了有原作電影中的內容之外 遊戲也新增了兩位電影中未描述的新角色 與新劇情 遊戲採用第一人稱的玩法 結合動作與解謎 玩家會碰到在原作當中的許多場景 並需要在其中尋找線索 解開謎團 詭異的氣氛以及場景 時不時還要躲避女鬼的追殺 遊戲將於8月25日於 史蒂平台正式發售 到底玩家能不能夠破除詛咒逃出升天呢 到時候我們起來挑戰看看吧